赵丽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的一个比较出名的演员了吧 她是一个在外人看来非常工作狂的女汉子 她经常因为工作经常忘了吃饭休息 可就是所谓的废弃忘食吧 前段时间还听说她因为工作累坏了身体 目前还在休假呢 如此的女汉子在演艺圈可是让人觉得很敬业 虽然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也不能因为工作而让自己的身体受累 身体还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 在我们心目中的颖宝是多么的拼命了 为了工作她都可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 而赵丽颖这些年来的演技的提高 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从最初一个青涩的女演员 到现在演技如此成熟的她 不得不说她在背后确实付出了很多 并且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很多人也是从内心深处去喜欢这个坚强的女汉子 虽然她如今也三十多岁了 但是她却在演艺的道路上面还在努力地奔跑着 赵丽颖是一名河北出生的女孩子 也是现在如今很有名的一位女演员 她如今自己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度 也是通过她自己一点点的努力 不断地去提高和磨练她的实力 让她的知名度能够提升 她在1987年的时候出生 她的出生也只是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面 并没有像其他明星一样有了不一样的家庭 但是她一直很努力 她在演艺圈里面奋斗 即使她的起点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她如今的成就也都是让我们非常敬佩的 她虽然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面 但是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很好的 受到了很多老师的喜爱 她在高中毕业了之后 因为她学的是空城的专业 所以毕业之后就有了去报考空姐的机会 但是让别人想不到的是 她却迟迟没有报考 后来知道了原因 才明白原来并不是她自己不想要报考 而是因为她的家庭 家里的经济并不是那么的乐观 所以她只能立马去工作 虽然是学空城专业出来的 但是她为了赚钱 她选择了做销售 希望马上能转到钱 让家里减轻负担 后来她就稳定的在这个公司做了一些时候了 到了后来 一些公司和节目组举行了一些活动 赵丽颖也想着去世一世 让她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她居然成功了 并且获得了冠军 她的冠军也是由于自身努力的表现 才可以过得如此大的成就 才不辜负了大家对她的期望 就这样 赵丽颖因为这个节目 她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了 在当时的时候 她的人气也是很高了 因为这样子 她就开始正式的进入了演艺圈 所以她的努力也是有所回报的 她出道的时候是2006年 虽然到了现在已经有了十多年了 但是她的知名度和人气 却仍然在不断的提高 因为那时候她出道 冯小刚这个有名的导演也是很支持她的 后来还帮助她接了一些戏 我们下集完 谁就知道她的朋友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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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